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印祖一生提倡因果教育 太偉大了 我是1977年第一次离开台湾 去香港讲敬 住在谭虚老法师的中国佛教图书馆 看到宏化社出版的那些经论禅书 先发言 奴法师流通这么多典籍 只有三样份量最大 一个是了凡四分 一个是太上感应篇回片 一个是安事传书 就是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我看它版权页 大概统计超过三百万本以上 那个时候我真是客外助来 那三样都不是佛教的 了凡四分算是瑜伽的 其他感应篇同音质文是道家的 他为什么印那么多 在那种环境里头 大概七八十年前 在那种环境印那么大份量 真不容易 我想了两个星期 想通了 大概是因果教育能够现前社会 能够国家民族 我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从香港回台湾之后 我就印了五万本 这个也是我们一生印经份量最大的 而且我说过很多次 台湾从南到北说过好几次 真重要的 人不知因果报应不得 知道能够自己 能够你的家庭 能够你的亲戚好友 能挽救社会 在现在来说能够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